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戴着大大的墨镜 它就是生母佛 话说这把小遮阳伞好漂亮好可爱 我也想要一把呢 乖乖宝贝读拼音 我们一起来学习佛的读法吧 请跟我读 佛 发音时上牙齿要碰触到下唇 形成窄缝 让气流从缝中挤出来摩擦成声 就像这样 佛 再跟我读一遍吧 佛 哇 老儿找来找去 觉得这根拐棍很像我们这节课学习的生母佛 真是佩服我的想象力 那么小朋友 你还能想到什么呢 哇 我想到一句儿歌 生母佛像拐棍 老爷爷主管 佛 佛 佛 关于圣母的声调组合法 我们已经学习过好多了 那么佛 你会飙声调吗 它可以跟哪个代孕母组合在一起 并且也能发出佛的音呢 看看我手里的卡片 上面是哪个代孕母呢 就是佛 我们将佛和佛组合在一起 看看都是什么吧 请小朋友跟乐儿读 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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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接下来就是声调组词环节了 我们将生母佛分别于不同的代孕母组合 并生成四个声调 组成词语 跟乐儿一起读读看吧 佛 阿 法 沙发 佛 我 佛 佛像 佛 阿 法 法国 佛 物 父 父亲 聪明宝贝写偏言 学会了生母佛的读法 下面乐儿就教你怎样写吧 为了能够很快记住它 你也可以边读边写 佛的写法并不难 不过一笔是完不成的 我们需要写两笔 先写一笔左关数 再写一笔横 横的位置大概在四线格的第二条线上 可以稍稍往下一点点 不可以偏差太大哦 否则看起来就会很难看 怎么样 乐儿的魔法拼音乐园很有趣吧 这节课就到这里吧 一起期待下节课的到来 亲爱的小朋友 你又来听课了吗 知不知道这节课 我们要学习的拼音字母呢 他马上就来 好 这就是欢乐拼音乐园里面的古乐大师 德教授 如果你想学习敲鼓 可要请教他呢 下面乐儿就带领你加入古乐大师的团队 乖乖宝贝读拼音 小朋友 请跟我读德 发音时 舌尖抵住上牙床 憋住气流后突然放开 气流从口腔蹦出 爆发成烟 不要拖肠烟 那样就不好听了 怎么样 学会了吗 灯 再跟我读一遍吧 灯 生母灯 看上去踢上一个小勺子 又很像怪儿的身上敲打的小鼓 那是从他的长相上来形容 如果从声音上来形容 你能想到什么呢 你还没有想到 乐儿可是想到了呢 请听这句儿歌吧 左下半圆就是哒 小马奔跑哒哒哒哒 就是小马奔跑起来 马提的哒哒声 哇哦 又到了飙声调的时间了 生母灯与单育母呃 组合在一起 发出的声音还是哒 我们来看看吧 跟我一起读 哒哒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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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 哒哒哒 我们学习了不少的汉语拼音了 利用学习过的汉语拼音 将生母和孕母组合在一起 变成不同声调的读音 这样我们就可以组成词语了 那么有圣母的和不同的单元母组合在一起 我们看看都是什么词语吧 的一低高低 的五读读书 的五我朵花朵 的二大大象 开明宝贝写拼言 学会了圣母的的发音 下面乐儿就教你怎样书写吧 先在四线格的最中间一行 横格中写出左辈的半圆 然后再写一笔数 将这个半圆堵上 看看乐儿给你的演示吧 经过乐儿细心的指导 你是不是已经掌握了的的写法了呢 哇 亲爱的小朋友 回顾一下这节课我们学习的内容吧 这节课我们一起学习了 汉语拼音生母中的灯 还有它的声调 阻词 以及书写格式 你记住了吗 我们下次再见吧 哇 欢迎小朋友的到来 同时也欢迎我们的好朋友 生母特来参观欢乐拼音乐园 有请生母特 他就是生母特 在我介绍他之前 你可要先观察一下 特长得像什么 乖乖宝贝读拼音 小朋友请跟我读特 发音时舌尖抵住上牙床 憋住气候突然离开 气流从口中蹦出 要快读 怎么样 学会了吗 特 再跟我读一遍吧 特 生母特 看上去像一把小雨伞的伞柄 雨伞你见过吧 下雨的时候出门 一定要记得带雨伞 雨伞的伞柄处 就是向上弯曲的样子 请听乐儿为你编写的儿歌吧 生母特 下雨伞 伞柄朝下 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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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哇 又到了飙声调的时间了 生母特与丹玉母呃 组合在一起发出的声音还是特 我们来看看吧 跟我一起读 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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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由生母特与丹玉母组合在一起 都可以组成什么词语呢 不要总是乐儿在想 你也要开动脑筋 一起想想看哦 跟我一起读读看 特 一 踢 踢球 特 无 图 图片 特 阿 塔 宝塔 特 物 兔 兔子 怎么样 你还能想到哪些呢 高明宝贝写拼音 生母特的发音就学习到这里了 下面乐儿就教你怎样书写吧 先在四线格的中格写一笔树右弯 然后再写一笔横 就像这样 看看乐儿的魔法笔给你的演示吧 哇 亲爱的小朋友 我们下次再见吧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